今天一大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是7.5代的CAMERY 7.5代的CAMERY這一台是2.0NA的引擎 然後車主有改了基礎改裝的部分是改了鋁圈 看一下有改了18吋的 18吋的話是225、45、18標準的規格 原廠的規格2.0的話有16吋跟17吋的都是標配 升級了18吋 那今天要安裝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它前面的彈簧公斤數我們所配置的是200長7公斤 那本來的車高前面的話是大概是3指半到接近4指幅左右 那預計等一下降下來的車高呢大概是前面2指 後面的話大概1指半到2指幅左右的車高 前面的懸吊系統我們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像是7代的跟6代的一些油管固定位置的話 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那它的油管固定位置的話是在這裡 油管還有ABS感應線呢它只有一個固定掉架 所以從這邊的話呢就能做固定 那這裡的話是離載串的部分 離載串的固定孔位的話 可以跟原廠的一樣的位置 所以直接呢鎖附原廠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改強化或是改短的離載串 那Camry的車種從4代5代6代7代呢 我們呢都有附上座 所以不需要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而且Camry的車種呢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從引擎室裡面呢 就能夠調整到阻尼 這個地方呢順時針的話 它會阻尼就是變硬 逆時針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附的這個強化上座呢 它所使用的軸層呢 就是日制的軸層 這是原廠型的強化上座 我們都有附上座 後面的話 一樣有附上座 就在拆裝的時候 師傅也會比較方便 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而且萬一啦 如果假設車主的使用里程比較高的話 那上座也許有可能也收免差不多了 所以拆原廠上座來使用的話 其實有一點點風險 就是我們不知道原廠的壽命 是不是已經快到了 萬一裝上去的話 有可能會有異音的問題 那到底是KT的避震器 或者是 原廠上座有問題 就比較難釐清 那KT的話呢 都有附上座 前面後面都有附上座 所以就比較不需要煩惱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原廠拆下來的後避震器好了 這是原廠拆下來的後面避震器 後面上座的形式呢 是在這裡 可是呢 它也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直接我們就附一個強化型的上座 前面也是 前面也是 後面的話目前還在安裝當中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一樣是賣花城 7.5代呢 但是到8代呢 現在已經進口 路上已經有看到實車了 它8代的話 懸吊系統就有大改管 後面的話 是變成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算是一樣是TNGA的底盤系統 跟7代的話就不太一樣 它的後上座的部分 是在後椅背 所以後椅背 需要把它拆 往前先之後 才看得到後面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那上座呢 基本上它要調整的時候 還蠻不方便的 因為需要把椅背 往前先 才看得到後面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有做了一個 延長的調整機構呢 就比較方便 它能夠穿出來在後障板之外 所以要調整後面阻泥的時候 靠這個延伸的調整板 就能夠調整到阻泥 很方便 而且剛剛有提到過了 上座的話 KT就直接有附一個上座 而且它的防塵套比較特殊 我們來看一下 它我們所附的防塵套 是家常型的 它能夠把桶芯整個都照住 會保護到桶芯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這是KT的 KAMERY的 它六代跟七代的後面其實一樣 它有 我們會有做一個上座 它延長的調整機構呢 所附在這裡之後 再做一個延伸出來 所以它的調整方式的話就比較方便 那可以看到呢 這個彈簧呢 它並不是做直捲的 所以它是打一個 和原廠上座形式的彈簧 第一個 它這樣的做法呢 會比較舒適 第二個 這個是專車專用的 它的上座呢 異音率的話非常非常的低 不太會遇到有異音的問題 所以師傅在拆裝的時候 也不需要在拆原廠上座來使用 我們就有附一個新的強化上座 會比較方便 那剛剛提到過的 後面的防塵套部分 它是一體式的 它跟上座是合在一體的 所以它能夠全部都把 裡面的軸心都照起來 這裡有一個白色的饅頭之後呢 這個才看得到裡面的軸心 所以它會整個把軸心都包覆住 所以對軸心的壽命呢 就有一個正面幫助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 後面的懸吊系統 它後面也是麥花繩 那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孔位 然後這邊的話是油管固定位置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做一樣的 這裡的話 這個是原廠前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呢 CAMERY的前面有上座 那上座的話呢 也都不用再拆來使用了 這是前面的原廠懸吊系統 那車高的調整呢 CAMERY的7.5代 基本上它算是獨立式的麥花繩 所以要調整車高呢 它是從這個地方 把托盤 銀色的托盤把它懸鬆之後 從腳管往上或往下調整 它的整體長度就會改變 假如這個 藍色的腳管 它是往下延伸的話呢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 這個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之後呢 它的側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是靠腳管的 相對的位置來調整它的側高 所以 換句話說 它這裡彈簧的位置呢 是不會壓縮到的 那不壓縮到的話呢 不論你調高 調低 它的整體乘坐感覺是一樣的 所以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側高 有一些形式的 就會因為彈簧的預壓縮而不一樣 所以 這樣形式的 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呢 會比較寬廣 它最高 可以跟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呢 可以到達 輪胎跟葉子板切齊的幅度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範圍 其實是很寬廣的 那也不會因為調高或調低呢 乘坐的感覺就不一樣 那用料的部分的話 剛剛說的上座的部分 那另外裡面的 這個KT的主寧友呢 所選用的是 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主寧友 它並不是 授權來台灣混裝的主寧友 所以IP的主寧友 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很高 然後裡面的油風 所選用的油風是 日本 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壽命的話呢 基本上都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即便裡面用的主寧友 是 那麼棒的主寧友 但是 說實在話 久了之後 三年五年之後 它主寧友還是會慢慢裂化 那裂化了之後呢 我們都有提供呢 可以翻修的動作 所以如果 選用KT的話呢 你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任何一樣的耗材 譬如說方針套 它是需要 破損了 需要鈦換 或者是裡面的主寧友 裂化了 或者是有漏油的狀況呢 都是可以翻修 可以維修的 所以這次 KT本身是製造工廠的一個優勢了 因為今天是假日 年前的話 車子真的是消化不太晚 所以今天的話 早上有Camry 然後晚一點的話 有Civic 8代 還有一台T打 如果有機會的話呢 都會開直播 跟大家做安裝的分享 後面的話 預計的車高 是大概一指半到兩指幅 前面的話 是大概兩指幅左右 這台是2.0的 7.5代好像是沒有開過直播 所以就剛好有機會的話 開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 左後好像 好像已經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左後好了 這是左後 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 那Camry的6代的話 我們有遇過一點點 里程數比較高的車友 那這個 防晴桿的橡皮呢 久了之後會擴空 那就變成 遇到坑洞的時候 有一點點低沈的意義 所以這個 防晴桿的固定橡皮呢 它的價錢很便宜 如果里程數有多了一點點的話 就建議呢 車友要注意 如果有保養的時候 可以請祭司呢 一併幫大家做更換 這是後面的 它是大捲的彈簧 會比較 Camry的後面呢 比較敏感 所以後面呢 做比較 比較大捲的彈簧的話 它的舒適度 會比較好一些 這是後面的離載串固定位置 就跟原廠一樣 所以一樣用原廠的離載串規格就可以了 這個車友 那個 是雲家的車友 它好像也有 加入好多的那個 TCL的色團 這裡 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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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你的車也是期待嗎 這個是前 那個拆下來的 避震器 一直是前面 一直是後面 長的是後面 這個是前面 現在三支便器都裝好 只有剩下優厚 還在施工當中 聯誼會的社團 喔 了解了解 啊 陳婷你好 你好 你的也是 應該也是那個CAMERY的車友 對不對 你的也 才剛安裝 謝謝 謝謝你們對KT的捧場 都是CAMERY的車友 謝謝大家 福敏 謝謝謝謝 福敏是昨天的那個 TOSAN的TL啦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昨天也剛好有空檔 所以才有空幫那個 福敏的TOSANTL開直播 謝謝 陳婷你說 中環感覺很舒適啊 對這個車友的話呢 王先生也是 他也是 做了一台 六點 六點五代 三千五的那個 另外一個車友的車 才決定安裝KT的 謝謝你們的捧場 來 現在這個動作呢 師傅要裝的就是 後座的話呢 KAMERY需要裝一個延長調整桿 然後放在後 後上板的上方 就不用再拆椅子 就能夠做主捏的調整了 所以把這個固定基座呢 所附好之後呢 從這裡 就能夠做主捏的調整了 就比較方便 他的基座鎖好之後呢 從上部這裡 就能夠調整主捏的 就不用再拆椅子 會比較方便一些 那我們在安裝的時候呢 也都會做那個水瓶椅 會把固定了解一下 看他原來的CAMPER的角度 外面好像還有另外一台六代 這台也是車友的樣子 這台是六代 對六代 他也有大寶Sport版的 OK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裡 如果一樣是開CAMPERY的車友 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可以跟我們的後台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謝謝 拜拜